Zither Harp 两个人爱我到底是一种快乐 还是一种做梦 甜蜜苦涩 为何一定让我 要我这个选择 哎 两个是你的 是爱和我 亲爱的每个鸡肠躲 也被捂住你耳朵 爱不是痛的分糖果 伸出手然后拍拍座 放着那感情的线索 让我收拾的无处 我期望朋友怎么做 她的鸡肋都不错 她的鸡肋鸡 你爱的还是我 为什么爱情 总会让人迷惑 让有人来爱我 到底是一种快乐 还是一种做梦 甜蜜又不错 为何一定要我 要做一个选择 哎 两个是你和谁来帮我 我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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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马上就要迎娶安宁公主了 朕不希望你惹出什么闲话来 还是好自为之吧 黄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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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妹妹啊 你有千里眼呢 我不但有千里眼 我还有顺风耳呢 白玉飞 我有事要找你谈 谈什么 谈你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单独谈 哎 朕这是该回辟呢 还是给你们俩找个店啊 嗯 我们去御花园 走 走啦 你眼前的花好看吗 还好 云南的花期比这里长 你更可以尽情地欣赏了吧 有时候我自己也种一些花 赏自己种的花更开心一些 你可以为我种花吗 嗯 这里的花信我怕是不太懂 但你一定愿意为司徒镜种花 公主 你为什么老提她 我就是在你面前你也不欣赏 那就谈谈司徒镜吧 她不是你很喜欢的话题吗 公主 谈不同的事情也有不同的环境 我现在不想谈谈 我偏要谈谈 你这是盛气凌人 我这是一针见血 也罢 那公主想谈什么 谈谈她和你 谈谈你们的关系 对 大哥 看什么 三妹 你好漂亮 我们快走吧 今天这件事呢 干系重大 很难善良 我带你离开京师 到云南去 远离这些是非 什么 对啊 你可以住在云南 到所有的人都不生气了 你再回来 怕不成吧 为什么不成啊 我去云南到城 可你呢 不是马上要当驸马了吗 哪能随便就离开京城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驸马 离开京城 我自己也清醒 大哥 可你来京城 不就是为了来娶安宁公主的吗 我根本就不想娶她 这事儿不得板上钉钉了吗 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 三妹 我根本不想娶一个我不爱的人 我打算 将来和我一个真心爱的人 长想四守 看来大哥是真的喜欢上我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人家可是已经定了的驸马了 三妹 这花这么漂亮 你怎么忍心把它摘掉呢 二哥 你很爱花是吗 是 二哥很喜欢花 非常喜欢 有时候 还会看不够的看 你别再开人家玩笑了 多不好意思啊 三妹 二哥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有一件事要告诉我 一件我已经决定好的的事 什么 三妹 我要你进宫陪我 终身都陪我 二哥也是真的喜欢我的 他不会只为了我的攻击力 二哥对我也是真的好 那天我太激动了 我该怎么办呢 娘 静儿 家里出了那么多事 一直没顾上你 有些话 娘早就想跟你说了 娘 你要跟我说什么 静儿 娘一直没问你 你是怎样从梁家逃出来的 是世锦那些朋友帮忙的 还有白云飞 她到洞房救了我 之后 你去了白云飞那儿 还想在那儿躲一阵对吗 是的 她冒着生命危险 把你从梁家救出来 还藏你在她家 她为什么这样对你啊 娘 白云飞是我结拜大哥 她照顾我对我好 都是应该的吗 静儿 我听静修师傅说 她对你非常好 不是一般的那种好啊 娘 师傅是怕 白云飞跟我走得太近了 才这么说的 师傅一直不想让我和白云飞在一起 静修师傅想的是对的 可我觉得师傅想得太多了 你毕竟是个女孩子家 白云飞马上要当驸马了 你不能搅在里面 我相信静修师傅说的 看来白云飞真的是喜欢上你了 静儿 你千万不能走错啊 如果走错了 惹怒了公主皇上太后 我们家就全完了 静娘放心 我只当白云飞是我的义兄 不会再想别的 绝不会带麻烦给咱司徒家的 感情这事 就如你哥和文强 一旦陷进去了 就很难拔出来 静儿 你一定要把握好自己 千万别陷进去 尽量和白云飞少见面吧 嗯 宁差十座庙 不破一桩婚 司徒竟勾结他哥哥 拐骗新娘 缴人婚事 这种人够不够卑鄙 公主 你了解司徒贱男和文强的事 有多少啊 不多 可是文家和梁家 名媒正娶 两相情愿 这婚事无可挑剔 光明正大 司徒贱男却横刀夺爱 司徒竟更是为虎作娼 手段卑鄙险恶 这种人你白云飞也拿他当宝贝 你吃错药了吧你 公主 我很清醒 白云飞 你别再执迷不悟了 你该透过这件事情 看清司徒弟的险恶嘴脸了 我不明白你和哥哥 为什么都对他那么好 可是有一点我能肯定 就是你们两个都被他给骗了 你们两个都上了个天大的当 公主 如果你这么样认为白云飞 那你就太小看我了 我会是轻易上当的人吗 还有 就算我会轻易上当 可是皇上会轻易上当吗 他虽然年轻 但雄才大略 怎么会轻易上当 那司徒竟讲人婚事 拐骗新娘 大家有目共睹 难道我冤枉他了吗 公主 你只看到了结果 却不知内情 内情 是司徒竟灌输给你们的内情吧 不 公主 这内情是实实在在的 我不想听什么虚假的内情 那我也无话可说 你就是还是要把他当宝贝一样供着是吧 公主 这司徒竟天生就是一个活宝啊 真是奇了怪了 你怎么中毒这么深啊 这个司徒竟真是手段高明啊 而且还胆大包天 公主 这司徒竟之所以胆大包天 改去诱拐丞相的女儿 其实暗中支持的 是皇上 你胡说 公主 如果你能保密 我就告诉你 事情迁及到我哥 我当然会保密了 你快说 我哥为什么要纵容司徒竟 公主 这一方面呢 皇上是同情司徒竟男和文强 这对苦命鸳鸯 而另外一方面 皇上更不想看到 文家和梁家联姻 为什么不希望看到联姻 公主 其实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皇上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我们藩王的势力增加 文章是你舅舅 他的势力有多大 你应该清楚 如果文梁两家联了姻 叫齐国侯的势力 会骤然扩大 皇上就更加难以控制 而丞相 就完全可以借着 藩王的势力 左右朝政 所以 这桩婚姻 吃亏最大的 不是司徒家 而是皇上 这么复杂 是啊 正是因为皇上暗中支持 所以司徒尽 才敢这么做 那 哥哥这么做 也未免太自私了吧 这对文梁两家不公平啊 公主 我说过了 其中有一点 皇上是非常同情 司徒贱男和文强的 其实真正横刀夺爱的人 应该是梁君卓 我才不信呢 公主 那你知道司徒建男和文强 跳崖殉情的事吗 有这种事儿 这件事说来话长 整个的事情是这样的 司徒建男出世以后 文强终日以泪熄灭 茶不思饭不醒 这司徒近年 看到他哥哥瘦了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司徒建男和文强的感情 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公主 我认为整件事情 都是因为利益 和心胸狭窄妨碍的真情 如果文强真的嫁入梁家 也许会真的出人命的 正是因为这样 司徒近 才宁可冒着闯下 天大的祸去帮助他 如果我是司徒近 我也会这么做的 公主终于想明白了 看来这文妹儿 是要把我当枪使了 我不会再上他的当了 而且我觉得通过这件事 公主应该了解司徒近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吧 这件事儿 我是冤枉他了 做个别的事情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两个人爱我 到底是已经快乐 还是已经做过 甜蜜苦涩 为何一定要我 要我这个选择 哎呀 我这个选择 我这个选择 爱这三个人爱我 我这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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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出手然后拍拍座 混账了当情的陷落 让我搜索的不错 我希望朋友怎么做 她的鲜亮的都不错 她会的歌曲 你爱的还希望 为什么爱情 总会让人迷惑 让个人来爱我 到底是你真快乐 还是你真折磨 甜蜜又不错啊 为何一定要我 让我做一个选择 让个是你的歌曲来帮我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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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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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公主了 朕不希望你惹出什么闲话来 还是好自为之吧 皇兄 皇兄 妹妹啊 你有千里眼呢 我不但有千里眼 我还有顺风耳呢 白云飞 我有事要找你谈 谈什么 谈你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单独谈 朕这是该回辟呢 还是给你们俩找个地儿啊 我们去御花园 走 走了 你眼前的花好看吗 还好 云南的花期比这里长 你更可以尽情地欣赏了吧 有时候我自己也种一些花 赏自己种的花更开心一些 你可以为我种花吗 这里的花信我怕是不太懂 但你一定愿意为司徒镜种花 公主 你为什么老提他 我就是在你面前你也不欣赏 那就谈谈司徒镜吧 他不是你很喜欢的话题吗 公主 谈不同的事情也有不同的环境 我现在不想谈谈 我偏要谈谈 你这是盛气凌人 我这是一针见血 别怕 那公主想谈什么 谈谈他和你 谈谈你们的关系 大哥 干什么 三妹 你好漂亮 我们快走吧 今天这件事呢 干系重大 很难善良 我带你离开京师 到云南去 远离这些是非 什么 对啊 你可以住在云南 到所有的人都不生气了 你再回来 怕不成吧 为什么不成啊 我去云南到城 可你呢 不是马上要当驸马了吗 哪能随便就离开京城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父母 离开京城 我自己也清醒 大哥 可你来京城 不就是为了来娶安宁公主的吗 我根本就不想娶她 这事不等板上钉钉了吗 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 三妹 我根本不想娶一个我不爱的人 我打算 将来和我一个真心爱的人 长相厮守 看来 大哥是真的喜欢上我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人家可是已经订了的驸马了 三妹 这花这么漂亮 你怎么忍心把它摘掉呢 二哥 你很爱花是吗 是 二哥 很喜欢花 非常喜欢 有时候 还会看不够的看呢 你别再看人家玩笑了 多不好意思啊 三妹 二哥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一件我已经决定好了的事 什么 三妹 我要你进宫陪我 终身都陪我 二哥也是真的喜欢我的 他不会只为了我的攻击力 二哥对我也是真的好 那天我太激动了 我该怎么办呢 娘 静儿 家里出了那么多事 一直没顾上你 有些话 娘早就想跟你说了 娘 你要跟我说什么 静儿 娘一直没问你 你是怎样从梁家逃出来的 是市井那些朋友帮忙的 还有白云飞 她到洞房救了我 之后 你去了白云飞那儿 还想在那儿躲一阵对吗 是的 她冒着生命危险 把你从梁家救出来 还藏你在她家 她为什么这样对你啊 娘 白云飞是我结拜大哥 她照顾我对我好 都是应该的吗 静儿 我听静修师傅说 她对你非常好 不是一般的那种好啊 娘 师傅是怕 白云飞跟我走得太近了 才这么说的 师傅一直不想让我和白云飞在一起 静修师傅想的是对的 可我觉得师傅想得太多了 你毕竟是个女孩子家 白云飞马上要当驸马了 你不能搅在里面 我相信静修师傅说的 看来白云飞真的是喜欢上你了 静儿 你千万不能走错啊 如果走错了 惹怒了公主皇上太后 我们家就全完了 请娘放心 我只当白云飞是我的义兄 不会再想别的 绝不会带麻烦给咱司徒家的 干擎这事 就如你哥和文强 一旦陷进去了 就很难拔出来 静儿 你一定要把握好自己 千万别陷进去 尽量和白云飞少见面吧 宁差十座庙 不破一桩婚 司徒竟勾结他哥哥 拐骗新娘 缴人婚事 这种人够不够卑鄙 公主 你了解司徒贱男和文强的事 有多少啊 不多 可是文家和梁家 明媒正娶两相情愿 这婚事无可挑剔 光明正大 司徒贱男却横刀夺爱 司徒竟更是为虎作娼 手段卑鄙险恶 作曲 李宗盛 任何人爱我到底是已经快乐 还是已经这么甜蜜苦涩 为何一定让我 有这个选择 任何是你的 谁来看我 亲爱的 每个几整多 别别捂住你耳朵 爱不是痛的分堂过 伸出手然后拍拍座 混着那当情的陷磨 让我捨自的无处 我希望朋友怎么做 她的鞋量的都不错 她对的歌 你爱的好希望 为什么爱情 总会让人迷惑 让人迷惑 让人迷惑来爱我 到底是日正快乐 还是日正正梦 甜蜜又不错 为何一定要我 让我做一个选择 而让人的旋逆 和谁来帮我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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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啦 啦啦 你有千里眼的啊 我不但有千里眼 我还有顺风耳呢 班云飞 我有事要找你谈 谈什么 谈你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单独谈 朕这是该回辟呢 还是给你们俩找个地儿啊 我们去御花园 走 走啦 你眼前的花好看吗 还好 云南的花期比这里长 你更可以尽情地欣赏了吧 有时候我自己也种一些花 赏自己种的花更开心一些 你可以为我种花吗 这里的花信我怕是不太懂 但你一定愿意为司徒静种花 你为什么老提她 公主 你为什么老提她 我就是在你面前 你也不欣赏 那就谈谈司徒静吧 她不是你很喜欢的话题吗 公主 谈不同的事情 也有不同的环境 我现在不想谈谈 我偏要谈谈 你这是盛气凌人 我这是一针见血 也罢 那公主想谈什么 谈谈他和你 谈谈你们的关系 大哥 干什么 三妹 你好漂亮 我们快走吧 今天这件事呢 干系重大 很难善良 我带你离开京师到云南去 远离这些是非 什么 对啊 你可以住在云南 到所有的人都不生气了 你再回来 怕不成吧 为什么不成啊 我去云南到城 可你呢 不是马上要当驸马了吗 哪能随便就离开京城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父母 离开京城 我自己也清晰 大哥 可你来京城不就是为了来娶安宁公主的吗 我根本就不想娶她 这事不得板上钉钉了吗 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 怎么 我根本不想娶一个我不爱的人 我打算 将来和我一个真心爱的人 长相厮守 看来大哥是真的喜欢上我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人家可是已经订了的驸马了 三妹 这花这么漂亮 你怎么忍心把这摘掉呢 二哥 你很爱花是吗 是 二哥很喜欢花 非常喜欢 有时候 还会看不够的看 你别再看人家玩笑了 多不好意思啊 三妹 二哥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一件我已经决定好了的事 什么 三妹 我要你进宫陪我 终身都陪我 二哥 二哥也是真的喜欢我的 他不会只为了我的攻击力 二哥对我也是真的好 那天我太激动了 我该怎么办呢 是 娘 静儿 家里出了那么多事 一直没顾上你 有些话 娘早就想跟你说了 娘 你要跟我说什么 静儿 娘一直没问你 你是怎样 从梁家逃出来的 是市井那些朋友帮忙的 还有白云飞 她到洞房救了我 之后 你去了白云飞那儿 还想在那儿躲一阵对吗 是的 她冒着生命危险 把你从梁家救出来 还藏你在她家 她为什么这样对你啊 娘 白云飞是我结拜大哥 她照顾我对我好 都是应该的吗 静儿 我听静修师傅说 她对你非常好 不是一般的那种好啊 娘 师傅是怕 白云飞跟我走得太近了 才这么说的 师傅一直不想 让我和白云飞在一起 静修师傅想的是对的 可我觉得师傅想的太多了 你毕竟是个女孩子家 白云飞马上要当驸马了 你不能搅在里面 我相信静修师傅说的 看来白云飞真的是喜欢上你了 静儿 你千万不能走错啊 如果走错了 惹怒了公主 皇上 太后 我们家就全完了 亲娘放心 我只当白云飞是我的义兄 不会再想别的 绝不会带麻烦给咱司徒家的 感情这事 就容你哥和文强 一旦陷进去了 就很难拔出来 静儿 你一定要把握好自己 千万别陷进去 尽量和白云飞少见面吧 嗯 宁钗十座庙 不破一桩婚 司徒竟勾结他哥哥 拐骗新娘 缴人婚事 这种人够不够卑鄙 公主 你了解司徒贱男和文强的事有多少啊 不多 可是文家和梁家明媒正娶 两相情愿 这婚事无可挑剔 光明正大 司徒贱男却横刀夺爱 司徒竟更是为虎作娼 手段卑鄙险恶 这种人你白云飞也拿他当宝贝 你吃错药了吧你 公主 我很清醒 白云飞 你别再执迷不悟了 你该透过这件事情看清司徒弟的险恶嘴脸了 我不明白你和哥哥为什么都对他那么好 可是有一点我能肯定 就是你们两个都被他给骗了 你们两个都上了个天大的当 公主 如果你这么样认为白云飞 那你就太小看我了 我会是轻易上当的人吗 那还有 就算我会轻易上当 可是皇上会轻易上当呢 他虽然年轻 但雄才大略 怎么会轻易上当 那司徒贱缴人婚事 拐骗新娘 大家有目共睹 难道我冤枉他了吗 公主 你只看到了结果 却不知内情 内情 是司徒镜灌输给你们的内情吧 不 公主 这内情是实实在在的 我不想听什么虚假的内情 那我也无话可说 你就是还是要把他当宝贝一样供着是吧 公主 这司徒镜天生就是一个活宝啊 真是奇了怪了 你怎么中毒这么深啊 这个司徒镜真是手段高明啊 而且还胆大包天 公主 这司徒镜之所以胆大包天 改去诱拐丞相的女儿 其实暗中支持的 是皇上 你胡说 公主 如果你能保密 我就告诉你 事情迁及到我哥 我当然会保密了 你快说 我哥为什么要纵容司徒镜 公主 这一方面呢 皇上是同情司徒建南和文强 这对苦命鸳鸯 而另外一方面 皇上更不想看到 文家和梁家联姻 为什么不希望看到联姻 公主 其实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皇上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我们藩王的势力增加 文章是你舅舅 他的势力有多大 你应该清楚 如果文良两家联了姻 这齐国侯的势力 会骤然扩大 皇上就更加难以控制 而丞相 就完全可以借着藩王的势力 左右朝政 所以 这桩婚姻 吃亏最大的 不是司徒家 而是皇上 这么复杂啊 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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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